接日德国汽车媒体SportAlt的当家试车手Tarrest Gabbard去驾着Vantage GT8 在纽北赛道跑出了7分50秒整的单圈时间 这个成绩实在不算独出 宝马146M3CSL 南门基尼 玛尔克雷狗 这些适当年前的车款就已经能达到了同样的单圈时间 国外各有许多网友表示 一款限量版的阿斯多马丁竟然跑出了一台大众高尔夫 以动力看来 高尔夫GTI Classboard S拥有310匹马力 380牛米的扭曲 车重则为1280公斤 另一边Vantage GT8拥有446匹马力 489牛米 以及1520公斤的车重 可以看到动力上虽然正在阿斯多马丁占的优势 但是车重方面却是比高尔夫重了超过200公斤 在赛道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小看 而虽然Vantage GT8的官方动力数据为446匹马力 该媒体实测则是得出了404匹马力的轮上输出 其实取向不同 客层也不同 但是毕竟打着赛车化名号 加上身价高昂如此差强人意的成绩 依旧不允定车迷失望 本期列组由天下有车整理创作 欢迎大家留言及讨论